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带你来关注到的是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这一次的主办国埃及 特别把气候融资 气候赔偿 这两个开发中国家最关心的议题 排入优先的议程 那么接下来呢 这几天大家要去观察 其实没有传出任何的决议 现场我们要连线到这个埃及 交给愿景工程特派记者苏彦成 这次Cup 27预计就要在这个星期五 也就是18号落幕 只剩下最后三天 目前却还没有新的决议传出来 这跟去年在第一周就传出了一些 国际宣言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 按照往年的惯例 这个峰会很有可能加开到星期六 甚至是星期日 这一次峰会最受瞩目的一个议题 就是Loss and Damage 损失与损害 非洲等等的开发中国家就认为 他们的碳排量其实很低 但现在却是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最严重的一群人 例如巴基斯坦在今年夏天就发生了 非常严重的洪灾 有三分之一的领土被淹没 而非洲有很多国家也发生干旱 这些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是多到难以估计 所以他们要求造成最多碳排的工业国家 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 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到目前为止 气候赔偿这个议题没有任何的决议传出 上个星期六有一位非洲环境运动者 甚至是站在会场上面直接说 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一周 气候赔偿到底为什么会卡关呢 这个礼拜有机会产生结论吗 我们就在埃及现场访问专家 我们发现其实工业国家跟开发中国家 已经有了一些初步共识 这是要针对损失与损害建立具体的运作机制 但是两边的关注焦点却很不同 工业国家是一个初前方 所以他希望有一个透明的监督和计算机制 至于开发中国家觉得气候变迁 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 有很多的民众正在因为气候变迁而受苦 太多的讨论只是一种拖延时间 而且他们担心工业国家出了钱以后 还要派人来监督 很有趣的是这个僵局 很有可能今年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下 有所突破 美国和中国正在争取全球气候议题的领导地位 美国气候特使John Kerry上周就明确地表达 美国已经是百分之百准备好 要讨论气候赔偿的议题 至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开发中国家 不需要负赔偿责任 但是会继续在南南合作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下 协助非洲因应气候变迁 我们有专家就预期 气候赔偿在今年的峰会会有结论 但不是一个明确的宣言 比较像是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这个工作小组的任务 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各国共事的运作机制 还有气候赔偿的计算方法 也有一位专家认为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如果可以针对气候赔偿的量化 产生一个具有共事的计算方法 就算成功 因为气候赔偿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单纯 但是操作起来是很复杂的 世界各地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天灾 到底哪一些可以归因在 因为工业国家所造成的气候变迁 这会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焦点 因为持续关注 所以也拿出了行动力 要请教艳成 而就是说除了在这个谈判场内的动态 我国在大会里的状况 大家也非常关心也好奇 那么即便我们台湾不是气候大会的缔约国 不过还是有很多的民间团体来参加 请教艳成民间团体如何在大会上替台湾发声 其实台湾在这一次Cup 27开幕前 就已经受到国际媒体的瞩目 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年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那这个造成了中国跟美国暂停了 在气候议题上面的对话 就成了这一次峰会很大的一个变数 台湾就意外成为了国际社会 在讨论Cup 27的时候 常常提到的一个国家 这一次台湾主要是用NGO观察员的身份 来参加大会 而且我们在蓝区 也就是官方谈判区 跟四个友邦国家合办了周边会议 包含柏琉 史瓦地尼 贝里斯 还有圣克里斯多福 及尼韦斯 我们其实长期是透过 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和这些友邦国家合作 我们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协助 让台湾可以在气候大会 展现我们在气候变迁上面的贡献 例如其实帛琉在这几年 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他们的农余业受到气候影响 非常的剧烈 粮食安全亮起了景序 台湾就协助挑选了一些替代的农作物 而且也导入了一些新的农业方法 让帛琉在粮食安全上面 能够更稳定 那在我们的友邦圣克里斯多福 及尼韦斯 台湾也是协助建立了四座的农业气象站 运用预警系统来帮助降低农业的灾损 很有趣的是 在这一次的领袖高峰会上 帛琉总统更是在全球的领袖面前 为台湾发声 他呼吁联合国 应该要让台湾可以正式的加入 这个气候大会 而且也呼吁要让台湾参加 全球气候治理 那我们除了和友邦有一些合作以外 台湾其实也有一些公民团体 在现场跟各国的代表交流 例如台湾青年气候联盟 其实是一个很有组织性的青年团体 它积极地和各国的青年互动 在会场有好几场的青年对谈 让世界可以听见台湾青年的声音 最后就是这两年来 其实台湾对于气候变迁 有一群非常关心的人 那就是企业界 去年欧盟宣布了 即将在2027年 开始针对高碳排的一些产品 征收碳关税 有一些大型的国际企业 就因此而加速减碳 那台湾有很多企业 其实都在这一种跨国的供应链里面 所以无法置身事外 导致这两年 其实企业界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就是要加速来做减碳 那我们今年就看到 有金融业者 电子业者 还有美装业者 他们都亲身来到了这个埃及现场 参加周边会议 他们要透过自己的技术或者是服务 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气候议题上面 其实可以提供很具体的贡献 的确刚艳成提到的台湾企业 现在因为面临了欧盟碳关税 以及国际品牌供应链的要求 必须要加快减碳的脚步 那么请教艳成 在最后议程的这几天 我们还可以继续关心哪些气候议题 在去年格拉斯哥Cup 26 各国就拍板了巴黎协定第六条 这是一个有关国际碳市场的基本原则 今年其实各国各方也持续地 在关注碳交易的议题 到目前为止 其实谈判场还没有传出任何 跟碳交易有关的决议 但是在场外已经看到了不少动态 首先是上星期二 肯亚 奈及利亚 还有马拉威等等的 非洲国家就宣布 他们要建立一个非洲碳市场机制 把跨国资金导入非洲 要帮助他们推动能源转型 隔一天 美国气候特使John Kerry 也发表了一个美国碳权新机制 就叫做能源转型加速器 要把塑造美元的私部门资金 导入开发中国家 同样是要协助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两者其实都是属于一种 自愿性的碳权机制 意思就是企业如果在开发中国家 做一些减碳相关的专案 他们就可以申请碳权 那这个碳权可以帮助企业 抵减他们的碳牌 或者是卖给有需求的企业方 这就成了企业投资的一个诱因 美国这个新机制一宣布 在过去一周国际社会高度的 关注这个消息 那就有专家向我们分析 其实美国今年一直被问到 在气候融资上面 他们到底要出多少钱 这位专家觉得 美国就是要透过这个机制 来告诉全世界 美国不是不愿意出钱 而是他们想要透过公私协力 也就是工部门做平台 私部门出钱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一方面这可以帮助美国增加企业的报酬 扩散他们的技术 还可以增加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回到台湾 其实台湾也可以参与国际的自愿性碳市场 例如企业可以购买经过国际机构认证的 这一些碳权来抵消他们的碳牌 那未来台湾即将在预估 要在2024年推动这个碳费的机制 如果政府愿意承认 这些国际碳权的话 企业也有可能用这些碳权来抵减 他们需要支付的碳费 另外其实台湾有很顶尖的半导体 还有很完整的电动车供应链 我们其实可以扮演 美国达入非洲的技术伙伴 会是台美合作的一个新可能 目前其实我们看到 也就是公私部门协力 变成一个很明确的讯号 各国希望可以运用 私部门的资金来协助 开发中国家对抗气候变迁 这个是接下来几天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的事 另外一个可以关注的焦点就是 到底各国能不能守住 全球把升温控制在 设施1.5度的这个目标 因为最近几天有消息传出 有一些国家认为 1.5度的目标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主张要调整成 比较宽松的2度目标 那这个问题也是近日 国际媒体讨论的一个焦点 那最后几天各国领袖 还有谈判代表 到底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呢 愿景工程基金会和联合报的 采访团队 我们会提供最及时的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